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今天我们来聊聊 印度神童预言 2020年转眼已经接近尾声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今年都是无比艰难的一年 从年初的澳洲山火 到东非黄灾 再到菲律宾火山爆发 还有全球变暖 南极气温突破历史新高 创下了世界之最 20.75度的最高观测记录 但是比起这些来说 给我们造成最沉重打击的 莫过于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了 随着疫情的爆发 那些曾经预测了疫情的人 也都纷纷成为了大众眼中的超级预言家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莫过于 印度男孩阿比基亚阿南德了 2019年8月22日 在一切都还风平浪静的时候 印度男孩阿南德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 上传了一支影片 题目非常惊悚 叫做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的世界大节 视频中他说到 一场威胁世界各国的灾难 将从2019年11月开始 在2020年3、4月份进入高峰 给世界带来非常艰难的时期 这6个月中 灾难将会从经济到航空服务 蔓延至全球的各行各业 当时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就是一个小屁孩耸人听闻的说法罢了 直到今年新冠疫情的爆发 随后阿南德几乎被分为神童 他这支影片的点击率目前已经超过了800万 而阿南德与其他预言大师最大的区别是 他既没有通灵的本事 也不是什么精心火星人的转世 他的预言是基于废陀张星树 也就是根据他对天体位置和运动的理解 计算出来的 阿南德还预测说 全球的疫情会在7月以后逐渐缓和 但是人类将于2020年12月21日的 木星土星相合形象中 遭遇更严峻的灾难 这场灾难将会一直持续到2021年3月 2020年6月2日 阿南德上传了一则视频分析 2020年6月21日的日时 可能对全球的影响 其中就提到了中印边境问题和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 而就在这则视频上传之后不到两周 6月15日 中印军人在加勒万河谷发生激烈冲突 造成20名印度士兵上升 这也是自1962年的边境战争之后 近60年来 中印边界首都有军人上升 而极端的天气状况就更别提了 2020年7月下旬 印度出现强雷暴天气 导致17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中国各地自进入6月以来 也陆续出现了强降雨和大洪水 6月28日 新疆出现6月飞雪 部分地区的积雪厚度甚至达到了40厘米 这些都已经是实现的预言 印度男孩在今年7月26日发布的一则视频中 对2020年11月到2021年11月 未来的这一年做出了预测 他说从今年11月起 木星开始进入摩歇座 之后会在12月20日至21日和土星相遇 形成木土核相 如果再打开NASA的天体观测软件 把时间调到2020年12月20日 可以看到木星、土星和地球 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从地球上观测 就是木星和土星相合 但是印度男孩说 在这次相合中 极星木星输了 核相产生的巨大能量 会引起地球上的大灾难 事实上 木星和土星每20年 就会出现一次壮光相合 但这次的相合是指1623年以来 将近400年里 两个星距离最近的一次 这还没完 到明年 2021年2月10日 这一天将会出现 罕见的六星连珠的奇观 太阳、月亮、水星、木星、金星、土星 将连成一条直线 印度男孩阿南德预测说 在这一天 经济可能全面崩溃 总的来说 阿南德对于今年底 到明年中下旬的局势是非常不乐观的 尤其在2020年12月20日 到2021年3月这段时间 可能会出现比今年更严重的灾难 世界局势直到2021年11月 木星和土星分开 才会好转 巧合的是 另外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预言奇人 纳杜·郑伯健 对于2020年末的预言和印度男孩的观点非常相似 他也认为今年年末恐有大灾难 目前 由于变异病毒再次在西方国家爆发 因此 西方人已经彻底被 印度神童阿南德的预言所折服 他们对其有关 2021年的新预言充满恐惧 比如英国伦敦目前已有30万人开始大撤离 急急忙忙要逃往其他国家 难道说 印度废陀占星术真的还会预言准确吗 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大家对印度神童的预言有什么看法呢 在下方留言告诉小编吧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忙按个赞以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